近日 针对北京地区医药订单增加 与配送运力紧张等情况 多家快递企业调集运力迟远北京 投入一线工作填补快递用工短缺 12月19号 记者来到京东物流北京领航营业部 大院里的快递小哥们正在忙碌着 其中多位快递小哥几天前刚来到北京 我从安徽合肥来的 14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站长说北京那边需要有人支援 然后的话 资源参加 我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到这边 现在的话 基本上可以运作正常的吧 我是从内蒙古巴奈尔市林河区过来的 我叫李海娇 在15号那天来到北京 李海娇表示 虽然只有几天时间 但他已经将自己负责的胡同片区跑熟了 一天能配送100间左右 这些天让他印象最深的 是北京民众的热情 在北京这边送货 我们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虽然我们是支援的 但是当地人对我们的友善和热情 有一件事是特别让我感动的 给一个北京的这边大娘 给他送一件货 然后他给我们断了一碗面 那两天可能看着我穿的少 还问我需不需要衣服 这个让我挺感动的 京东物流北京地区负责人马伟介绍 目前在北京投入的外地支援人员已经达到2000人 并且为外地支援人员准备了防疫和保暖物资 并帮助解决400多名持员小哥的住宿问题 当前北京多个地区的配送时效已恢复常态 13号左右是我们第一批1000人 是陆陆区道港来自上海 广东福建 然后四川陕西这个地方 目前是到了接近2000人 已经是在我们的北京各个大街小巷 已经开始帮助我们做完成最后的配送工作 基本的我们从14号开始每天的这个消化量都非常高 应该从昨天这个大部分地区我们就已经恢复次日了 昨天 然后从今天路区开始我们都会有很多时效就已经恢复到常态 在北京朝阳区顺丰速运雅宝路站点里 快递订单录入的声音此起彼伏 五六名快递员正快速地进行分解工作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洪旭表示 前段时间顺丰有近8000名快递小哥因身体原因不能上岗 随着各地借调人员的加入和快递小哥身体康复 目前运力已逐渐恢复正常 我们在北京有将近18000名快递小哥 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 因为身体原因得有7000到8000名左右就上不了岗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把12号的业务高峰已经都处理完了 目前的运力恢复的都已经很正常 后续的这几天就会陆续感受到 这跟平时的一些收拍件 你们的一些时效会基本都能恢复到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局长金金华 在19号的疫情防控工作新发布会上表示 截止目前北京市快递企业产能 整体上已恢复到正常水平 截止到目前啊 全市快递企业的产能啊 应该说整体上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人员上岗率已经提升到90% 经内分拨中心已基本不存在超期未处理的加建 快递小哥啊 是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啊 不可或缺的力量 承担着市民日常基地需求 和民生物资供应保障的重要任务 对可能出现服务实现延长等情况啊 也恳请啊 我们广大市民朋友 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